明记报CBA全明星2万张票只卖了900张 同时段中超联赛涌入4万观众死终 差距太大 让姚明叹息 中国篮球和中国足球 可以说是三大球当中最近都不怎么好的两项运动 国足在之前的亚洲杯是非常耻辱 两瓶一副一球没进 直接小组回家 但是男篮也好不懂哪去 亚裕赛输日本创造88年的最耻辱纪录 可是我们此时把镜头给到国内的球势方面 你就会发现不得不说 这个足球尤其是中超联赛 可能是对于球迷们比较的尊重 所以说相对来说 收获了球迷们的认可和支持 甚至于CBA全明星都被他们给完爆了 因为就在昨晚结束的CBA全明星第一天 就是新锐赛还有各个单项比赛日的时候 同时也有中超比赛也是在同时进行 但是同时段进行的两个赛事 这个关注度一个天一个地 中超是新赛区中超首轮 也就是一场普通的相当于是常规赛 而CBA起码是个全明星赛 汇集了很多全明星和天才巨星 可是CBA的这个上座率非常不乐观 这看台上起码得空了三分之二的位置 后续也是由CBA名记导演我堂打确认 他说从主办方的票务统计显示 有两万人的这个体育管理当中 只有九百观众涌入 就一共不超过一千个观众 还有一些是现场的CBA球员们 包括那些准备进行全明星赛的 各个球队的大盘超级 两万人两万张票 等于说就卖出了九百张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各个传来消息 就是CBA全明星的票 他打折卖都没人买 大家都不愿意去看 而与此同时呢 同时段进行的还有一场刚才提到的 中超联赛的一个首轮节目战 成都容成队 你说强队这也并不是 不是什么三镇啊 鲁能啊上岗这些队伍 成都容成 他们的主场凤凰山 第一场比赛同时段进行 直接涌入了四万零八十八名观众 这球馆一共就只能容纳六万人的 然后还有一万的作用没装好的 另外有一些特殊作用 由于安全原因 他是不能做人的 等于说就已经爆满了 就是全板的一个状态啊 你说同时段进行CBA全明星 对比中超的一场普通的节目战 四万人对九百人 这怎么能不让篮邪主义 邀明感慨 或者说遗憾心痛呢 你这个中国篮球 为什么现在会到这一步 可能这就是输日本的恶果呀 如果说之前没有输给日本的 亚裔赛打好了 球迷可能会愿意支持一下你CBA 现在你看看这是实打实的 你打折卖票 人家都不乐意去